疫情改變了學習模式 面對實體教學的挑戰 新北市推行智慧校園 希望以數位校園視訊學習 數據治理三個面向 協助孩子視訊學習 打造新北智能程式 數位簽到進校園 只要刷一下卡 家長透過APP立馬掌握子女的行蹤 這張卡功能多多 不斷刷一下可以買吃的 還可以投票自己當家做主 這是新北推行的智慧學生卡 大大增加了生活以及校園的便利性 隨著疫情的變動 新北市運用科技打造的數位校園 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在疫後的整個學習的模式 採取線上教學 遠距教學 改變了我們整個實體教學的 另外一個新型的挑戰 新北市未來在2030 會讓Smart X學校充滿著科技未來無限 想像的空間 我們會用四位校園 適性學習 數據助理 三大的面向來創造一個智能的程式 智慧校園提供新的學習模式 透過資訊以及大數據分析 能協助孩子適性學習 我們希望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向 透過資訊以及整個大世界的分析 快速地學習找到它新的一個學習的模式 用新的學習的模式創造無限的它的未來 也讓新北市能夠及早達到智能的程式 所以從數位校園 智慧教室 以及數據的助理 找到孩子們的事情學習 創造一個新北市智能的程式 運用大數據掌握學習趨勢 數位校園將打破地獄的限制 也能有效降低疫情 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衝擊 記者坊間 凱新北市採訪報導